今天是九三軍人節 市政府特別在忠烈慈 舉辦秋季國殤典禮 府會首長都特別感謝國軍官兵 轉換形勢 投入兵力預防災害 以及事後救災 保駕為國辛勞 今天是九三軍人節 市長張通龍帶領副市長 柯水源 議長黃錦泰 副議長宋偉力 以及各界首長和代表 向奉勢在忠烈慈裡面的一百二十五位 先賢先烈排位獻香獻花致疫 感謝先賢先烈為國家社會的犧牲奉獻 同時在全球天后異常 複合式災害多的今天 府會首長特別感謝國軍 在災害發生前預先投資兵力 預防災害 事後積極救災的辛勞 然後只要有任何的這個災害的一個發布 包括我們海嘯 包括我們颱風 包括我們地震 包括我們豪雨 我們這個相關單位 我們後備指揮部 我們關渡指揮部 我們金團指揮部 都會親自來給我們電話錘醒 甚至於指揮官親自抵達市政府 來做整個救災被災的一個工作的準備 我想我們金方現在可以說是在沒有戰爭的狀況之下 大家對於保國衛名的工作 那是非常落實 我們非常崗佩 我們都非常仰賴我們國軍的弟兄 大家在任何有天災來臨之前 以及災害產生之後 都必須由我們國軍弟兄來出動 來協助我們地方政府 來做一些疏散以及救災的工作 所以我們更需要在平常的時候 跟我們國軍弟兄保持密切的聯繫 將我們防衛救災結為一體 彰顯我們國軍保家衛國最神聖的工作 記者吳俊松 採訪報導 記者吳俊松 記者吳俊松 記者吳俊